人,人,人,人将,什么啊,祭什么什么,其言雅也善,就是这个代表说,说他要走的,他要告诉的东西,他要交代东西是很重要的,OK,又知道教会,教会中必有假师父出来败坏信徒的信心,特别是有关主再来的应许和将来审判的道理,将会受到极端的干扰, 骚扰和毁谤,因而他极力劝勉信徒在信德上追求掌尽,好在自己去世之后,信徒仍可以常常纪念他的教训,不是也的教训啊,sorry啊,打错字啊 以彼得曾写信安睿鼓励那些正在受苦的信徒,他们将他们所受的逼迫和外来的攻击,但三年后彼得警告他们要留心里面的攻击,不是外来的攻击,自满啊,骄傲啊,极端邪说啊,他提醒信徒要抓紧信仰的根据,不容妥却, 亦要在信仰上不断长进而成熟,抵挡那些扭曲真理的人,这才是敬畏神的人和以神为中心的教会 正如前书一开头就点出发信仁的名字为彼得,本书比新页中任何一本着作更显出作者的个别经历和特殊身份,他的名字到处呼之欲处,以下记为名正,作者在开场白用西门彼得这个名字,以前书有些微不同,前者 用彼得这个名字,记得在耶路撒冷议会中,主席雅各提到彼得的三女名字,西门,以此处的作者,自爆其名,恰巧吻合,西门彼得,彼得,第一个,彼得前述他用他的名字,彼得,这个是主题他的名字,最后一封信呢,他连本来的名字,今天好像我今天写信给你说, 麦克要离开你们了,我要信道了,我要钉十字架了,我就写了,我写了,麦克战,真宜生,连我本人的连名带信都写得清楚,第一封信是写麦克战本了,第二封信是写麦克战,真宜生,比赛,大概这样啦,是这样的意思,OK。 本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好像是摆头老人,述说往事 想当年在变形山上,光辉灿烂,如今四个多年,还是历历如会,如在墓前,连当时所听见,听到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许悦的 这就是彼得在圣山上,胜利其境的铁针,就是说,在彼得后书里面,他有讲到,他跟耶稣,稍微讲一下,可能我写的太深了,就是说,彼得,耶稣带着雅各约翰,雅各约翰,还有一个是谁?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去山山一起祷告, 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耶稣的念孔变了了,好像天使的念孔,那念孔发亮,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很惊讶的,惊叹地看着耶稣的脸,然后从山上的天上的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 他说,这个耶稣升天了,将近三十多年,四十年了了,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还历历在目,他写在彼得后书那边 没有,没有,没有,除了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没有,没有,没有其他,包括使徒啊,门徒都没有,像他们这三个这么亲密的经历,跟耶稣,看到耶稣的变脸,变,不是变脸啊,就是改变,变下了,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他写下了 所以你在基督里面的,兄弟妹,你在基督里面的任何经历是宝贵的,他将会成为你 他将会成为你,所以我不是说,耶稣受死也是宝贵吗? 所以,这个是有读圣经的人,耶稣讲这句话有两次,一次是在耶稣受死的时候,有圣灵向下仿逐像鸽子的时候呢 天打开了,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业的,这是第一句 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西山山的时候呢,他讲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的 两个,接近来是不一样的 This is my beloved son, whom I am well pleased,英文这样讲 另一个说,This is my beloved son, you listen to him, listen to him 这有两个经历,有读圣经,very good,很好,对啊,但是大概就不一样 OK,最后一点,他清楚地提到这是第二封信 诶,彼得后书有写,这是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是第二封信 就是说,之前已经有写过信了 你明白意思吗?就之前有写过信了 其实之前的信就是彼得前书了 OK,那么当然第一封信就是前书了,我已经解释了 所以,你能够证明,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说,这个作者呢,是彼得 第三,日期以地点,如前所述写作的时期和作者为谁,是息息相关的 否认彼得为作者的人,就是不相信这本书是彼得写的人 通常将写作时期延至第二世纪,就是两百年之后 以祖后一百五十年为度,为根基 但主张彼得为作者,就是彼得写这封信的人 将定于彼得前书写完之后,以彼得死 就是殉道壮烈牺牲的时候之前的时间 大概祖后8064年完成 又既然前书既可能是写于罗马,本书顺理成章 可以推定在同样的地点写作完成 OK,那来,我们拿这个表出来 这个表呢,我们大概可以写了 刚才你读第一段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景 它的性质就是景,景是书星 OK,景是书星 景是书星 景是书星 作者是Peter 景是书星过的 末世人 OK,然后在罗马写的咯,已经有写了 它是AD,那个年代是AD64年 AD64年 OK,我们来看背景 彼得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快到了 因此他将心底的话写出来提醒彼得 信徒特别是关乎假教师的事 彼得在此提醒信徒永恒不变的复印真理 OK,所以他背景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因为他知道自己死期到了 所以他一定要交代 他离开人世之前的最重要的信息 他一离开罢了,他知道假天 假师父要出来了 假的教师 forstiger 就假的教师要出来了 OK,第五主题 主题可以讲正理和错缪 这个是错缪 错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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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书 与彼得前书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从里面 我会把一些字眼拿出来 你就会联想到 关联到 原来如果彼得前书就是彼得所写的 彼得后书也就是彼得所写的 为什么这样讲 你就拿来比较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 他们用的字句和语法是一样的 OK 两书的在语法的思想上 也有不少雷同的地方 第一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在前书的后书都有看到的 这句话出现两本书 问候 信问安的话 一样的 OK 第二他用宝贵 宝贵这词在两书 两书当中都引人注目 你回去 这个经文写给你 回去看了我们的时间给你跟 一起看哦 美德 美德用于子神 OK 然后 另外一个是用子人 OK 除掉 仅出现于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你去看 以罪隔绝了 对啊 对啊